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努沙龙奖演嘉宾是1943年12月空运连队在印度拥有的基地 机场已达26个 同样 中国政府在云 柜 川三型 动员了数十万民工和军队 扩建 修建了20多个机场 近一半在云南 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数量也在增加 至1943年12月已达20余奖 并可使用美军空运连队的机场 基地 设施 装备 还可由美军帮助维修维护 中国民工整修七场 除上述诸多方面的巨大进展外 飞行员们及空行人员的飞行经验及技术也日益丰富 成熟 1943年 驼峰航线空运量剧增 平均每个月的运输量均超过1942年5月至12月的全部运输量51580吨 从8月开始 月运输量超过5000吨 时运已高达7240吨 12月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3450吨 是1942年5月至12月总运量的2.5倍以上 驼峰航线运输物资的飞机位置 美军印中空运连队获得了罗斯福总统和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司迪威将军的嘉奖 1600余名官兵获得了军工奖章 在上述运输量中 有11%至12%是由中国航空公司完成的 相较于美军的实力 足见中国航空公司的非凡努力 1944年初 美军再次扩大印中空运连队 使其拥有的飞机数量超过了300架 1月 驼峰航线空运至中国的物资已达14472吨 其后 不断激增驼峰航线运输物资的飞机 5月17日中 驻印军美联军突袭 攻占远北密之纳机场 致日机失去了袭扰 拦截驼峰航线南线机群的基地 驼峰航线虽大举南移南迁 南线逐渐成为主航线 7月底至8月初 中美联军收复密之纳 南线由此完全成为了主航线 南线的地形地势及气象条件均比北线有力 航程也缩短了近四分之一 驼峰空运的数量及效率 因此均大大增长和提高 同期 陈纳德将军指挥的第14航空队的奋勇作战 已基本夺取了中国战场的制空权 使日本空军既无力 也基本不敢随便篡犯中国抗战的大西南大后方 这也有利于驼峰空运的安全 促进了驼峰空运的急速发展 这1944年底 驼峰月空运量已突破4万吨 1945年一月 高达44000余吨 1945年7月 驼峰航线的月空运量 达到了最高峰 荡月运底中国的物资 每91100余吨 71000吨为美军印中空运连队运送 2万余吨为中国航空公司和美军驻印第10航空队运送 此时的美军印中空运连队已拥有飞机600余架 绝大多数位大型运输机 官兵34000余人 并雇佣了47000多名印度劳工 还得到了数以十万计的中国民工的支持与保障 张县文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三卷 2016年版 编辑 继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浙江大学进县 带使术师生肖陈轩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